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1年2月的財政預算案 裁爺曾俊華其中一項 輸解民困的措施 是注資6,000元去強積金戶口 但遭到各個政黨包括建制派議員 以及各個階層的市民強烈反對 認為此舉名益強積金的受託人 顯然異見 強積金是不得問心 免值了錢 存到去 有些錢可能現在覺得好像有大筆 但表現可能變得好事 或者根本連Touchwood看醫生也不夠 強積金阻礙我們的自由 強制我們自由社會 怎麼可以逼我們的錢怎麼用 又要給那些基金經理去投資 我自己投或者輸了我生金命底 強積金是2000年12月實施 資金有四個年度曾經虧蝕 2008年最嚴重 虧損達到26.02% 截至去年的12月16日 強積金平均回報安年跌9.2% 其中原因是強積金管理費平均達到2% 太高太不合理 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長得署普雷斯科特 在2007年出席會議表示 自己的退休管理基金管理費 只是0.18% 是香港的十分之一 剛剛從韓國去處理強積金的時候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要做就做吧 當作是儲起夠錢 但我印象中 早了兩年是不是金融海嘯還是什麼 接著我收到那些年中 投資了的錢剩下多少 我突然發覺好像是負數 還是差不多是沒有增長 接著我就說 蛤? 我忘記是負數還是這樣 總之當時覺得真的不可靠 我變了對於這個強積金 其實我沒有什麼特別的寄望 或者不覺得它對我退休 或者有什麼影響 沒有放夠錢 我唯一希望就是它不要虧了我 不要虧了我這塊錢 不要抖回賬虧了就行了 除了回報遠順預期 僱主拖欠公款也成為強積金裡的一大問題 在09至10年間 職金局接獲超過7000宗投訴 超過八成投訴指僱主拖欠公款 其餘都是沒有安排僱員參加強積金 有些僱主更加利用強積金制度 去抵消長期服務金和遣散費 即是所謂的對沖 當遣散員工的時候 即時在強積金戶口拿錢 當遣散費給員工 直接影響工人的退休保障 雖然有社會團體一早留意這個問題 並且極力反對 但政府並無採納 根據積金局提交給立法會的數字 2001年第三季開始 對沖額不斷上升 01年7月至09年9月期間 由強積金支付險散費 或長期服務金的金額超過120億 我兒子剛剛在強積金實行 2000年的時候開始工作 對現在來說 我告訴你他的戶口只有3萬多元 為甚麼呢 其實他也是一個整列的 也不是普通 為甚麼他這麼少呢 他做了第5年 即2005年的時候 因為公司的遣散 遣散是拿到 不知道那時候 我記得他拿到幾萬元的 那幾萬元就是 從強積金拿出來給他 那我已經沒有了一整個月了 那時候他因為5年 好像有一個長期服務金 我記得那時候 總之是拿了幾萬元 那些錢就是從強積金的戶口拿出來 好了 金融方暴又沒有了 那全部都是這樣 好像水花打狗那樣 其實現在你想想 他做了10年 公公賣賣其實只剩下少少 那麼多錢 那你想想人生有多少個10年 你說你敢不敢做幾宗這樣的東西 你不要說養老了 到60歲或60幾歲 到你老了的時候 你根本連一個 就是退休金都沒有了 那你想想強積金的制度 是否可以保障到退休呢 其實一個本身強積金融制度有個結構的問題 就是現在容許僱主 是可以將工人 即他幫工人供款 他金的部分 就同過遣散費 和長服金對沖 那很多時候 一些員工人 其實他遇到遣散或者被解僱的時候 其實老闆就拿回去那份退休金 拿來給遣散費 那這個真是極不合理的 即是你的退休已經這麼少 但還要這樣對沖 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那第二件事 就是你說會不會有些僱主都會走窿樓 的確有很多工友 譬如他做工地 即是做地盤工人 或者做酒樓 其實老闆不一定會幫他供款 甚至可能逼他做自僱人士等等 所以其實有很多工人 可能因為基於我也是打工的 其實他未必會去職金局投訴 所以其實有一些人 根本是供不到款 甚至說真的 就算這個基金局勢制度 是一個employment related system 也好 其實我們有很多家務助理 很多casual workers 很多兼職的工人 其實都是進不了這個覆蓋的制度 所以還有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你退休 其實全社會都要面對 而且不是一個個人 或者是一個個別家庭 我想香港政府 一直去整個怎樣看退休的問題 就是它會變成一個 是先你個人去解決 以及你的家 它將所有 整個退休問題 就是轉解了 是個人和社會的家庭去承擔 但是我們覺得其實 退休這件事情 其實是一個 整個社會 這個無論是政府 僱主和工人 我們覺得是一個 我們要去面對的問題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你們的心理 是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人 能力的事 去面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